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来《醒报》阅读周记 在每一次的《醒报》阅读周记 我们为您邀请出版界 出版家 诗人 作家 小说家 以及有很多诗爱阅读的人 一起来跟您一起共享 一个周末前的礼拜五的晚上 今天晚上 210《醒报》现场的《醒报》阅读周记 要为您来探讨一个诗人 作家与阅读 诗人 作家与阅读 我为您邀请到一位本土的 很有名的诗人李明勇先生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跟各位一起来唱谈 他个人的阅读 以及他的新的作品 以及他对于世界阅读日 的一些想法 正好在昨天的下午 李明勇先生他的新书 就是《海角天涯台湾》 这本书呢 正好举行一个新书的发表会 那么配合4月23号的 《世界阅读日》 李明勇先生在现场赠送玫瑰花 而且他为爱朗读一段 他个人的作品 另外也有五对的企业家的夫妇 乐意捐献500本 李明勇先生的两本书 来赠送给全台湾的图书馆 以下我们就有一段的VCR 来跟各位一起来共享 昨天下午的欢乐场面 我们敬一下VCR 每一个人的心都一扇窗 打开窗扉就能发现风景 诗人李明勇在海角天涯台湾 经书记者会当中 畅谈创作旅途 并且希望将4月23号 国际阅读日这天 当作是所有爱书人的情人节 李明勇在记者会中 赠送每一位道场的读者 一朵玫瑰花 他说今天是国际爱书日 如果能够将今天当作是爱书人的情人节 赋予阅读另一项特别的意涵 并且推展年轻人阅读的习惯 让整个出版业能够更加活络 台湾买到曲线改这个城市一样 在这一天 可以男生买一朵花送给女生 当然不只一朵也可以 那女生买一本书送给男生 来象征知识跟艺术 对于生活 李明勇有他独特的看法 他举了书中信 这篇文章作为例子 他希望借由书写这个动作 享受通信的乐趣 欢迎再回到2100醒报现场 今天为各位进行的是 醒报阅读周记 今天在现场 为您邀请到两位非常热爱文学的人 在我们的节目中 首先要为各位来介绍 我们的本土诗人 我们本土的诗人 也是一个文化工作者 李兵勇 李明勇诗人 在我们的节目中 李贤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第二位 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 台湾大学中文系四年级 也是热爱阅读 也是热爱文学的学生 赖又林在节目中 跟我们一起来提问 赖同学你好 主持人好 李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OK 那我们刚刚已经看了一段VCR 里面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世界的书香日 叫做World Book Day 那么这个4月23号 全世界有名的世界书香日 我们请我们的诗人 里面有李老师 跟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世界书香日的特色 跟重点是什么 世界书香日是这一天 4月23号 世界很多的国家的城市 男生送女生红色的玫瑰花 女生就送男生一本书 这个是1995年 联合国的UNESCO 就是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大会 通过的一个把原来发展在巴塞隆纳 它是西班牙一个加泰隆尼亚自治省的一个省会 很有名的一个 大家我想很多人去这个城市里行过 它是相传取言于中世纪的一个传说 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恶龙 然后国王束手无策 连公主也被抓走了 后来有一个非常勇敢的武士 就是去拯救这个公主 把那个龙杀死了 然后把龙刺杀了这条龙 然后他这个武士就送了这个公主 一朵玫瑰花 一朵红色的玫瑰花 后来这个公主就送一本书 象征那个知性的一个礼物 回赠给这个武士 结果这个是神话不可考 不可考 每一年这个 他的生日就是圣乔治 这个武士的生日 就4月23号变成巴塞隆纳的 一个首富神的一个生日 所以这一天在巴塞隆纳就很多的 街上很多摆花的摊位 或是送买书的摊位 男生跟女生就用书跟花来做交换 成为一个知性跟感性的一个庆典 宥玲我问你一下 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说为什么女生送男生书 换言之男生读书 那女生给他花就好了 这一点我要先抗议 我觉得女生也很喜欢读书 这个缓过来一个思考 就是因为男生不读书 对啊女生就送他给他 送书给他 我还蛮常读书 男佑玲你有什么话要说 我还蛮常读书的 所以你也不觉得男生没读书 不过有女生送你书 你还是很高兴 反面思考 就是你送我书 因为我蛮常读书 你送我书 所以我很开心 是啊 而且统计上是 女生的普遍的那个阅读力 比男生一般来讲高 太好了 我们女性最爱读书 所以女性读书这是事实 我相信所有的观众 一定也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 不过我们代表所有的女性 都觉得我们也喜欢书 也喜欢玫瑰花 所以最好男生 两样都送给我们同意 女生送书给男生 表示女生本身是喜欢看书的 然后送花给女生 然后女生送书给男生 在仪式上会比较合情合理 比较好看的画面 对 女生在这里 既然也是喜欢花 可是她也扮演一个 能够把书传递给别人的角色 表示她本身是一个书的送礼者 所以跟你刚刚提到 女生也喜欢书 这个是没有什么相违背的 太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带着浓浓的书香 还有玫瑰花 还有很多诗人的情怀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李老师 就是说您个人是一个写作者 写诗 写散文 也是一个文化的关怀者 那我想请教一下 通常您从哪些方面 去取得您写作的养分 据我知道您也喜欢旅行 也喜欢看展览 我也看过您写影评 最近刚刚在自由时报的 那篇文章很感动 恒山家之魏 这个部分 恒山魏之家 那另外还有您也喜欢看 像海角七号这部电影 然后您也喜欢参观很多的活动 那您自己从哪些方面得到写作的养分 我写作 然后对于阅读来讲 或是对生活上的一个体验 我是很广泛 比如说旅行是另外一种 我觉得旅行 然后跟阅读 而且广泛的阅读 包括听音乐 或者是看电影 或是戏剧 或什么 我大概在文化生活上 我是一直认为 要比较有广泛的一个介入 就是我们的物质志向 跟那个文化志向要平衡 然后这个是一种生活上的一种 一种想法 那作为一个写作者 我觉得 要不断地训练自己的一个感受 善美的意识 跟那个对一个真实的一个追求 然后 写作本身是把你的那个思想跟那个感情 放在那个实际生活的脉络里面 对一个现实 你作为一个所谓见证者 或是作为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善美真实的 真实的这个生活本身的一个不断的主角的 这个都可以 然后每一个人 每一个写作者 大概有每一个写作者的自己充实自己的一个方法 那我觉得就是非常真正的生活 那非常诚实的去观照 你所面对的这个现场 然后从这里面去思索自己 或是思考自己